一天一四一八大睡在一起 一分钟 你不拎我了说 徐乃爸就是钢铁直男本男无疑 这才几天 就忘了当初和汪涵一起分享 副公主新鲜青团时的样子 若不是看在小苹果的份上 副公主高低懒得离眼前这个出口 就带刀的钢铁直男 俗话说进驻者是 进直男者刀枪不入 从福宝社友们的态度来看 不难发现徐乃爸这直男癌 基本上可以诊断为不是出气了 一大早风尘仆仆仆 乍仆乍呼呼的见谁都出口成刀 闭开口就把一宝喊成福宝 搞得一宝一脸猛逼 直勾勾瞪着徐乃爸 今天怕不是奇猛了 名字变了无所谓 老子十八年男子汉的性别 怎么能一夜之间说变就变了 好在小徐又补了一刀 这一刀精准扎得一宝心头 一宝一脸生无可恋 到了隔壁泰山 徐乃爸这嘴可真不带把门的 一开口就拿熊话牢开涮 山哥面对镜头沉稳躺下 小徐再补一刀直插山哥心头 您说您的 老子接着睡 看吧 这就是禁止男者刀枪不入 俗话说刀子嘴豆腐心 说的也是徐乃爸了 尽管出口成刀 也藏不住内心对这些熊孩子们的爱 原本设恐的老徐 可以一次次为了福宝的安全 勇敢地走向人前 劝大家文明观猫 可以在镜头前毫不掩饰地感谢国际福 为自己带来人生中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第一次 可以反反复复不厌其烦地为了福宝的健康 劝福宝少打过 相信毛孩子们有这么一个钢铁直男守护者 一定很幸福